马可福音第七章 有法利塞人和几个文士从耶鲁撒冷来 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塞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从世上来若不洗玉也不吃饭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 他们历代居守 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法利塞人和文士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居守人的遗传 又说 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 咒骂父母的 必治死他 你们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 已经做了戈尔板 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耶稣又叫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也要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 不能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 乃能污秽人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屋子 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 岂不晓得 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能污秽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厕里 这是说 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又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放毒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耶稣从那里起身 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进了一家 不愿意人知道 却隐藏不住 当下 有一个妇人 她的小女儿 被污鬼附着 听见耶稣的事 就来俯伏在她脚前 这妇人是希腊人 属叙利菲尼基族 她求耶稣赶出那鬼 离开她的女儿 耶稣对她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 丢给狗吃 妇人回答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 也吃孩子们的碎汁 耶稣对她说 因这句话 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她就回家去 见小孩子躺在床上 鬼已经出去了 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 经过西顿 就从滴加坡利境内 来到加利利海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节的人 来见耶稣 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耶稣领他离开众人 到一边去 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 土唾沫抹 抹他的舌头 望天叹息 对他说 啊 以法大 就是说 开了吧 他的耳朵就开了 舌节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嘱咐他们 不要告诉人 但他越发嘱咐 他们越发传扬开了 众人分外稀奇 说 他所做的事都好 他连笼子也叫他们听见 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哑巴也叫他们说话